大家好 我是古车古香 那么今天呢 我们来散一下这个UV 也是这个巴扎鱼是吧 好像是章鱼啊 有圆脚了 对吧 搭闪出来的UV是这样子的 肯定这样的肯定不行了 很乱的乱 他说怎么有这个圆脚 所以他拉不实 对吧 好 那么我们用我们的这个闪用元件来试一下啊 从这里导入我们的这个模型 OB追格式 我看啊 搭闪鱼 好 呃 您进来了 是吧 在这个窗口这里啊 可能说加一键 放大这个窗口 然后nN数o的键edes锈指根指全算这个刺口 nodREE的键 recipe加锈锈中券是移动这个刺口 nという cliche加锈锈右键是放大这个刺口 放大这个刺口 好吧 那么这里呢,我们该怎么去散呢,我看一下,最好就从这里把它切开,NF2,F2传换到这个编模式,然后我们从这位置切断的,按Ctrl键就可以加选。 到这里,然后到这里,到这里,我看它是想怎么样是散开的,但也是每一条数C都单独的分开,我们也按照它这样来散开。 好,要直接按7键,按7键,7个,要在中间这里,到这里的副线有点问题啊,这条线应该这样连下来的,对的,不能断开。 哎呀,这两边是对正的嘛,两边对正,你充限没有的话,你怎么样连过去,证明你下面的东西的不是一个对正的。 你这里应该连下来的,你这里应该连下来的,这条线,所以这个模型布线有问题啊,好吧。 所以进模的时候,一定要注意这种地方啊,啊,我们从这条线这里,双击,哎呀,不行啊,不能这样子啊。 选择这条,然后,按住7键,按住7键,这样点击过来,然后选择这条,按更多键,双击哦,然后先按7键,按7键,这样过来,双击这条,按更多键,双击哦,然后,C键,切一个,它连到后面去了,对吧。 OK,然后到这个啊,这个我们也这样把它散开啊,分割开,好,然后到,从这里我看一下啊,应该,把它往,往里面去吧,大概到,到这里,然后连过这边来,再往这边来,诶, 嗯,按这条啊,多选,别多选,比如说选择这条是吧,按7键,拉过来啊,前这条双击,按更多键,双击,然后前这条,加选,然后就连下来啊,连到这里,按7键, 然后,可以切割掉下来啊,然后从这里,按7键,拉过来,好,按7键,切一个,对吧,切一个之后呢,我看到这个头啊, 啊,嗯,在这头子,是这样子的,对吧,我们选择这条松线,选择这里,一条松线,然后直接切一个,啊,在这边,跑到那边去了,按更多键,减选,然后按更多键,加选,好,这样的话呢,直接按7键,切一个, 好,然后这边,好,然后这边也是啊,因为它每一条松线,好像都不一样了,不一样,我们就,前这边,按7键,按7键,拉过来,双击,要连到下面,好,按7键,切一个,好,然后到这边啊,这个已经切,切开了,是吧,我们选择,我们看它的这个松线, 在这个位置啊,在这个位置啊,选择这边,双击一下,啊,OK,然后到下面这里,按Ctrl键,加7键,啊,连到这里,按7键,切一个,好,我们不管它是否是,怎么样的啊,啊,我看,或者选择这边切开更好一点,好,可能选择这边要好一点,我试一下啊, 哎,对啊,好像是这边就好一点,好吧,然后按7键,切一个,好,选择这边,我看能不能存环过去啊,好像还可以啊,嗯,还可以,切一个,7键,切一个,你要到这边,呃,这里的话,那,这样连过来, 然后,按Ctrl键,然后按Ctrl键,切一个,这条从这里下来,到这里,切一个,按C键就给切一个啊, 看啊,看啊,这边,然后把这里,中间位置,呃,选择这条,装机,这条装机,然后,按住7键,往下来,按住7键,连到这里,切一个,然后到上面,选择这条边,按7键,往里面去, 嗯,到这里,到这里,好,按7键,切一个,OK,好,然后,啊,选择这边,装机,哎哟,你这个线,好像是这个样子,嗯,我看啊,好像选择这边, 这边,啊,啊,这条可能要好一点,然后,切一个,然后选择这条,按7键,拉过来,到这里,切一个,好,这边的话呢,选择,这里,哦,选择这条吧,这条,按更多键,加选,更多键, 装机,啊,然后按7键,然后按7键,把它往里面去,啊,好,然后按7键,这个,好,到这边,选择这边,按7键,往上,啊,7键,这个,然后到这条,按7键,往上,这个, 好,到这个位置,全色的边,啊,在纯环,往那边去了,证明你,这种,这种地方,布线不合理啊,它应该是这样连下来的嘛,建模的时候怎么,这样乱七八糟呢,好,所以这个建模的时候一定要注意,不要闪中这种情况,加选,按整个键,加选,到这条,然后, 然后,按整个键,加选,按住7键,连过来,到这里,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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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连到这里,啊,要按7键,这个,好,呃,这边的话,应该,应该散完了,啊, 闪完了,对吧,我们把主标放在空白的地方,直接按U键,把它闪开,我们看一下效果,好,按更多叫W键,啊,更多叫E键, 转过去,啊,有的时候的视灵的话,点击一下这个,转到我们的二维次图,啊,是吧,然后,啊,它,从这样已经差不多了,这样,然后我们,按F4,F4,转化到原处级别,选择它,啊,对它进行一个优化, 按O键,啊,O键就可以把它进行优化,比如说,它这条线的不够,啊,拉的不够实的话,啊,我们前,前O键点,然后,NF2,选择中间的一条边,比如说,选择这条,啊,选择这条,哎,选择这条之后,呢,按O的加C键, O的加C键,啊,O的加C键,啊,也是这个,这个按钮,大家快一键,是O的加C键,啊,给它,强行把它拉持,啊, O的加C键,之后,选择F4,选择它,然后,按O键,啊,它就强行把它拉持,啊,啊,以这条线为中心,两,啊,把它拉持,好,要到这个模型,也是,按O键,啊,对它进行一个优化, 好,然后呢,再按F2,选择到这边,选择到这边,然后,O的加C键,NF4,选择它,再按O键,对它进行一个优化,它就以这条线为中心,强行把它拉持,好,然后呢,啊,到这个也是,啊,NF4,选择它,按O键,先给它优化一下, 如果它,你按O键,意思是,N就不放啊,意思是,给你优化,如果它还不够拉持的话,按F2, F2,选择中间一条边,选择中间这条边,按O的加V键,把它打个钉,也是,强行把它拉持,嘛,然后再按F4,选择它,再按O键,它就拉持了,以这条线为中心,进行一个拉持,啊, nf4,到这个,一个个的来,好,这条有点弯曲,是吧,啊,我们,按T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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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再加指数比较松建,把它拉出来,给它拉圆一点,拉圆的一点的方便,我们去观察,啊,是吧, 按D键加主标中键,把它多出去,好,到这个,NF2选择这条中线,选择一条中线,这条线呢,这里建模有问题啊,不是,这种位置不是应该是这样子的,应该是实现上来的, NF4选择NF4,强力把它拉持,拉持之后,到这个位置还有一点点问题,这里有点扭曲,是吧,有点扭曲,NFC键,F7键,然后在这里进行对待进行一个局部的优化,局部的优化,就可以了,你看,这都很完美的,是吧, 比如说,像这种地方,它不够,拉得不够实,在NFC键,F7键,对待进行一个局部的优化,局部的松弛 这里呢,可以,在右边这里,如果你觉得它这个画比,画比的大了,可以在这里调整,调整的画比的大小,把这里改小,它就变小了,这个画比,到这个是衰减,这个是它的画比的大小, 啊,这个是它的强度,上面是强度啊,我记得好像是强度啊,好,然后呢,呃,按Q键对出来,按F4选择它,按O键,强力把它拉持,然后呢,呃, 按F2,按F2,按F2转换的边,选择中间的这里边,是吧,然后按O的加V键,才按F4,才对它进行O,按O键,对它进行一个优化, 好,呃,基本上没什么问题,这条很快啊,然后这边也是,选择它,按O键,O键进行一个优化,然后在F2,F2选择中间这里的边,我看一下啊,在这里,哎,这种位置,这条线,这条中线,应该这样连上去嘛, 啊,编模的时候,你的模型做的很不规范啊,好,选择这边啊,选择这边之后,O的加V键啊,F4,然后再按O键,就可以把它拉持了,好,再到这个啊,选择它,按O键,对它进行一个优化,好,啊,把鼠标放在购买的地方,点一下, CineF2,选择中间这里的边,嗯,选择中间这里的边,嗯,选择中间这里的边,按O的加V键,F4,选择它,CineO键,就可以把它拉持,好,嗯,我看一下啊,有没有问题,如果是有问题,CineF7,对它进行一个局部的优化,好,NQ键,对出来,好,CineF4,选择它,NO键,对它进行一个优化, 好,CineF2,F2选择这里中间的边,啊,CineF4,选择它,NO键,对它进行一个优化,每一条都拉得很实啊,选择这里,NO键,对它进行优化,然后,F2选择其中的边,选择其中的边,选择其中的边, B键,要选择F4,在NO键,对它进行一个优化,好,啊,如果某个地方,它变红的话,证明它有点,啊,那个,你就,啊,稍微调少一下,这样的地方,是吧, 这种地方,可以稍微调少一下,问题不大,好,NQ键,对出来,选择它,CineF4,选择它,CineF4,选择它,CineO键,对它进行一个优化,好,啊, 这个,这个,这个好像不行啊,不行的话,你选择它,先U键,重新给它散开一下,你看,重新散开,对吧,你要先U键,对它进行一个优化,你看,这就可以了, 啊,是某,某,某些版,UV版变得不行的话,你就,就得重新按U键,给它散开一下,好,然后,NF7,在这种位置,啊,F7,你,啊,把这画比稍微较大一点,啊,你,对它进行一个,几步的优化,啊,这个,强度,大一点,啊,好,啊, 啊,按Q键,啊,然后选择这个,呃,NF4,选择它,NO键,优化,然后再NF2,选择双G,啊,双G选择,我看,是这条吗,这条吧,啊,好,然后,O的加V键,在F4,选择它,再进行一个优化,哎,到这条键没有能够拉持的话,再U键,重新按U键, 重新闪开一次,要再按O键,就是很完美了,按D,按D,按D,ABCD的D,啊,加主标中键,把它移出来,好,再按F7,再对几步进行一个优化, 那,这个,没有问题啊,按Q键,然后再转到这个UV版面,按O键,啊,好,NF2,选择中间,这里一条边, 再按O的加V键,再按F4,然后,NO键,对待进行一个优化,这个就很完美了,这边,好,再按这个,NO键,啊,我们,啊,再按F2,啊,按D键,把它移出来一点,啊,移出来一点,好,啊, 啊,然后,NF2,在这中间这里,选择,选择,选择的中间吧,O的加V键,然后F4,选择它,在进行一个优化,不行的话,在NU键,选择展开一下,然后先O键,好, 这里的话,啊,NF7,对待进行一个局部的优化,好,啊,下部分应该也没什么问题,OK,按Q键,对出来,啊,好,然后再转到这个下面,啊,这里三条啊,NF2,啊,NF4, 选择,选择它,NU键,优化,再NF2,选择这里,中间你的边,然后,NU的加V键,选择F4,然后再按O键,对待进行一个优化,好,然后再按,啊,F7,对下面这里,局部进行一个优化,好,OK,按Q键,对出来,看一下,没问题,啊, 然后再到这个NF2选择充线,N-O的JV键,把它固定住,然后NF4再用O键,对它进行一个优化,上面这里,因为它这条线连不上去嘛,这条线连不到上面,那么你就NFC一样的,对它进行一个优化,基本上没什么问题的这位置啊,它只要不变成红色,很红的那种就不行了, 颜色变红就不行了,好,NF2到这个,选择这条中线,好,O的JV键,NF4选择它,再用O键,给它优化一下,不行的话,再用U键,重新展开一下,好,然后再用O键,好,呃,这里没有变红啊,没有变红,然后再用F7,如果不行,你再优化一下,基本上没什么大问题, 是吧,然后再到这两个东西啊,选择它,NO键,对它进行一个优化,这个也是NO键,对它进行一个优化,好,啊,这里的话呢, 哦,把主标放在空白的地方,按P键啊,O键旁边,OP的那个P键啊, 按P键,把主标放在外面,按P键,它就从前给你白板了一下,从前白板,看啊,啊,啊,如果你觉得这两个的Y的话,选择它,按,嗯,按ABCD的D,啊,加主标右键,把它旋转过来,旋转过来,把它拉正了, 然后把它移上去,这个也是,按F4选择它,按T键,加主标右键,旋转,旋转,旋转好了,啊,按出T键,加主标中键,把它移过来,就可以了,啊,如果你觉得,啊,把它放在一起更好,你就把它移过来嘛, 把这边移过去一点,啊,嗯,这样移过来,它就把它变白在一起了,嗯,这样就可以了,是吧,好,啊,那么,呃,之前曾经有人问过我,说这个多向线UV是什么样的,呃,是做,在这个里面啊,我这里顺便讲一下,下面是一白,这里,呃,这里有个多向线UV是什么样的,呃,是做,在这个里面啊,我这里顺便讲一下,下面是一白,这里,呃,这里有个多向线UV是什么样的,呃,是做,在这个里面啊,我这里顺便讲一下, 这里有个,呃,呃,多向线UV的这个,呃,呃,功能,你点击一下,呃,这边是向右多了一个UV板块,呃,多了一个UV的向线,然后你再点一下,又又再增加一个,看到没有,它是横向的增加,呃,UV向线,呃,这里有三个啊,好,呃,如果你的不够的话,你还想往上排的话,那你点击下面这个,呃,可以随便你, 你添加多少个都可以啊,自己看啊,你都可以啊,比如说,呃,给个六个,行,然后你就,把主标放在购买的地方,NP键,再重新给你白板了一下,你每个UV向线里面都有UV,对啊,哎,这个叫做,呃,呃,多向线UV,然后这个呢,它是适动,呃,私信白板,也就是, 它自动帮你分配,这些呃,呃,UV板块,重新白板,如果,我们设备一下啊,呃,你把这个视线给关掉啊,关掉之后,你在重新按B键,你看看,呃,它就,它就不会重新给你白,白板,白满这些,向线,但是,以前在什么位置,它还是在什么位置啊,它不会自动帮你排过去,那么这种呢,你,你,你需要,呃, 啊,是手动去移动的啊,比如说,我想把这个,跟这个放在这边,这个UV向线里面来,然后,呃,其他的在这个里面,是吧,那么你从前按B键,你看看,它就,这两个就把它撑满了,撑满这个UV向线空间,是吧,按很多加Y,啊,如果你是,你按P,QP,啊,OP的P,啊,你按B键的话,它是自动, 把你这个UV重新的放大,放大或者缩小,等于更改的这个UV的大小,啊,如果按Chip加P,啊,Chip加P,啊,也到从,嗯,它也给你重新白板,但是,呃,这个呢,在某某某些位置啊,它是不会改变你的这个UV的大小,但是你,我不知道它为什么,哦,哦, 哦,我们,钩上这个,按下这个四次印,我们按Chip加P线,看一下,啊,它自动白的过去,啊,好,那么你关掉,现在就比较比较看,啊,但是,这两个,呃,是单独放大的这个窗口,啊,如果你把它给锁数,啊,比如说,选了这两个UV,你给它上一个锁,呃,按L键,锁数单,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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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 不打,然后你再按Chip加P一键,那它就,啊,好像也有变大,啊,这问题,我还没试过啊,好,呃,我们测回啊,因为这个呢,只有一个简单的,简单的模型了啊,的话就没有必要搞这么多的,像线的UV啊,我们只可以一个就行了,把它改为一,这里改为一,好吧,然后,这位是,呃, 比如说,它UV空间的大小,它时间的间距,啊,到这里,间距,还有边,边上,间距离得太近了的话,你可以在这里更改,我们改,上面这个为10,下面也为10吧,好吧,好,然后我们再按B键,啊,它就选顶给你排版一下,然后它时间的间距,啊,它离边上是10,啊,选顶这里,到每一个UV板块之间的间距, 也是10,因为我们都可以10了,是吧,呃,呃,因为你觉得这两块,呃,歪了的话,也可以利用我们的F2,选择中间这条,哎,然后强领把它拉持,啊,然后再加B键,然后再加B键,然后再加B键,把它拉持回来呢, 好,哎,应该没什么问题吧,嗯,底键加主标中间移过来,好,这边也是,啊,这边, 选择中间一条,啊,NF2,选择中间一条,中间这条吧,或者这条,就刚才这条,我的加B键,啊,选择它,NF4,选择它, 啊,针U键,重新排版,重新展开,啊,好,要针U键,重新优化一下,啊,好,它翻转过来了,是吧,嗯,翻转过来的话,这边,打开这里,看到没有,把它旋转,呃,180度,它就上去了,啊, 好,先D键把它往上移,嗯,也可以把它移过这边来,要选择这个,拉过来,让他们这两个高进一点,这两个高进一点,是吧,这样也是可以的,啊,好,呃,全部,呃,处理完了之后,更说JS键,啊,更说JS键就可以保存了, 然后你就给导游到其他的,呃,软件里面去使用了,好,啊,那么这个UV呢,我们就讲到这里,谢谢大家,